这道玉盘仅有八丈大小,表面光滑,但是在玉盘当中却有一道道细密的光纹迷漫着,形成极其复杂的纹路,隐隐的一种奇特的波动随之散发出来。 这是什么? 洛璃和温清玄也走过来,他们望着牧尘手中的玉盘,有些好奇地问着。 牧尘盯着玉盘当中的那些复杂纹路,这些光纹若是常人来看,或许看不出丝毫头绪,但他却能够感觉到一些熟悉的痕迹。 这玉盘当中,明刻了一道灵阵,牧尘皱着眉头沉吟半赏才缓缓地说着。 哦,洛璃和温清玄微微恍然,他们都不是灵阵师,自然无法辨认出这是什么灵阵。 而就在牧尘握住那道玉盘的时候,他的神色突然一变。 怎么了? 牧尘神色有些奇特,拳击他身体微微一颤,接着洛璃他们两个就惊奇地见到黑白交融的磅礴灵力,突然自牧尘体内席卷出来。 你能催动灵力了? 牧尘轻轻一笑,眼神奇特望着手中的玉盘,轻声地说,原来秦峰能够催动灵力,是因为这玉盘当中所明刻的灵阵。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玉盘当中的灵阵应该能够隔绝禁灵阵对人体内灵力的干扰。 不知道这道灵阵究竟是谁闽刻的,看来众院盟内也有极其厉害的灵阵师啊。 牧尘难难着,不过,究竟会是谁呢? 墨于秦峰和刘雄,显然不像在灵阵上有着极深造诣的人。 既然如此的话,恐怕就应该是那位极少露过面的众院盟的大首领了。 灵阵大赛,果然是藏龙卧虎啊。 牧尘感叹着, 你似乎也是灵阵师吧? 你能明刻这种灵阵吗? 温清玄问着, 无法动用灵力的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如果他能够彻底动用灵力,先前又怎么会需要牧尘来帮他的忙呢? 牧尘盯着预盘当中那一道道极端复杂的光纹,他微笑着说,这道灵阵虽然巧妙,但是等级却并不算太高,只要制造阵图布置起来,并不算太难,而且这道灵阵当中还有一些并不完善的地方,我想这或许也是秦峰没办法彻底隔绝进灵阵对他的原因了。 那你还能把它改善? 温清玄眉毛一挑 问题啊,应该不大 牧尘笑着,只是那笑容有着一些看不见的自豪 对于他自己的灵阵上的造诣,他是有着极强的信心的 不管怎么说,他娘亲好歹也是大宗师级别的人物 整个大千世界当中也应该算是顶尖的那一层 身为继承了他血脉的儿子,牧尘如果在这上面平庸的话,还真有些说不过去 这秦峰倒是送我们一个好礼物 不然我们这样直接冲过去,还真是会很麻烦的 洛林浅笑着 在之前,他们谁都没想过秦峰他们还有这种底牌 虽说即便如此,真要彻底动手 秦峰他们也不可能把他们解决 但是,他们或许也会付出一些在价 牧尘点点头,他握着玉盘,直接盘坐下来 给我一些时间 声音落响 他便把心神全部投注到那玉盘当中 双目微闭,感应着那一道道复杂的光线 而后将那种轨迹反射进脑海当中 迅速勾勒出一道巧妙而复杂的阵图 洛林和温清玄则是在他身旁的草地上盘坐下来 洛林凝视着身体上头还有血迹的少年 美丽的睫毛轻轻的扎动着 一旁的温清玄则是注视着洛林 在他看来 洛林显然比牧尘更好看 虽然天前那个家伙表现得不错 但这依旧不可能动摇洛林在他心中的地位 洛林 不过像是突然想到什么 温清玄的神色突然一动 嗯? 洛林偏过头 看向温清玄 你是洛神族的人吧 或许不久之后 你还会成为洛神族下宴的女皇 温清玄望着那张精致的 就像青花瓷一般的脸颊轻声说着 洛林轻轻点头 他正正的望着牧尘 有些眷念 真不知道以后再见到他的时候 他会是什么模样 洛神族的情况似乎不太好吧 温清玄轻轻叹着他像是知道一些什么 洛林笑了笑 或许是洛神族有史以来最弱的时候吧 不过没关系 我会努力的 你 你有没有听说过 大西天界的西天战皇啊 在那一刹那 洛林的郊区 仿佛微微的顿了一下 他看了温清玄眼 点点头说 能够和武进的武祖 武进火域的炎帝等 大千世界中的剧情 媲美的西天战皇 怎么可能会没有听说过呢 我听说 他曾经说过 能够庇护你们洛神族的 只是 只是要我去大西天界是吧 爷爷 曾经跟我说过这件事情 不过我告诉他 一个种族 如果连存活 都需要依靠别人的庇护 那种卑微 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我会尽我最大努力 改变洛神族 如果 我洛神族真的必亡 那我就要与灭亡他的人 玉石俱焚 那什么战皇 虽然铭记 震慑雨内 但不管他是想要我去 大西天界做什么 我都没有一点兴趣 温清玄望着笑容轻柔的少女 为什么呀 落离望向不远处的少年 浅浅的一笑 因为有个人告诉我 总有一天 他会成为盖世强者 所以呢 我会等他 温清玄也望着牧尘 这个家伙野心还真是大呢 这件事情 还请不要告诉牧尘 温清玄点点头 他知道 他知道 落离是不想给牧尘造成太大的压力 毕竟 那一天战皇的名头实在是有些厉害 那是大千世界当中真正的大人物 即使是他所在的宗族 也无法轻视这种存在的 只是 落离在这两种地位实力 完全是云迷之别的选择当中 却毫不犹豫站在牧尘的身后 他对牧尘的这份信任 想想啊 还真是挺让人嫉妒的 这个家伙 还真是好运啊 阴影伸展的林间 牧尘静静的盘坐着 他双目微闭 玉盘在他手掌当中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一股强横的灵力 把玉盘尽数包裹 那玉盘之上那些复杂光纹 仿佛也是在较然的蠕动 出现一些细微的改变 不过这种改变 则是逐渐的让那玉盘上的灵阵 愈发的完善 牧尘在灵阵上头拥有着极强的天赋 在开启心眼状态下 他能够迅速的摸透 玉盘当中的这道并不复杂的 但是却极端巧妙的灵阵 从而将其不足之处给弥补 玉盘上的光芒 持续了大约十分钟 牧尘紧逼的双目也是缓缓地睁开 他望着手中那光芒愈发明亮的玉盘 嘴角也是有着一抹笑容浮现出来 好了吗 一旁的洛梨和温清泉见状也是看出来 牧尘点点头 他把手中的玉盘递给洛梨 洛梨的手把他握住 心神一动 一股强悍的灵力 就自己体内席卷出来 他的眼睛当中惊喜在闪烁着 果然是彻底隔绝了近灵阵对体内灵力的影响 凭借着这个玉盘 我们也能在这里毫无禁忌的施展灵力了 那个 你还能再弄出两个来吗 温清泉也是迫不及待的问着 这种无法动用灵力的虚弱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 能做出来 不过在仓促下 效果应该没这么好 牧尘点点头说着 没事 只要能动用灵力 这些家伙在我眼中就是废柴 温清玄手一握 心锐的声音攒着一些冷冽的寒意 显然 先前秦峰的行为已经把他给激怒了 牧尘笑着点点头 得罪了温清玄 倒也有那秦峰等人好受的 他手掌一握也是有两道玉盘出现在他手中 然后再度闭幕 灵力涌动间一道道灵力光纹在玉盘上头缓缓的勾勒 再度制造出两道玉盘 耗费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牧尘这才睁开双眼把手中两道玉盘递给洛梨和温清玄说 因为太仓促这两道玉盘或许没有第一道完善但足以动用七成左右的灵力 足够了 温清玄接过来 走吧 抓紧时间 赶到苍蝇院 到那个时候 都交给我来就行了 话音落下 他也不等牧尘回话 直接转身对着森林深处掠去 在能够动用灵力之后 他的实力和之前简直就是天壤之别的 那种速度 看着牧尘都有些惊讶 牧尘笑了笑 他对洛梨点点头 然后两人也是迅速的跟上去 在牧尘他们对着森林深处而去的时候 在那藏陵院外 墨于望着狼狈回来的秦峰等人也是有些惊异 怎么回事啊 栽在牧尘手上了 秦峰抹去嘴角血尽 他没办法动用灵力 你都不是他的对手 那家伙 他肉身极其强大 而且也很古怪 似乎体内有着 除了灵力之外的另外一股力量 我的护灵玉盘 也落在他手中了 什么 一旁的刘雄脸色顿时一变 他们能够在这里肆无忌惮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办法在这里动用灵力 所以就算面对牧尘 温清玄他们都没有丝毫的忌惮 可眼下秦峰竟然把护灵玉盘给弄丢了 那他们最大的倚仗也不是没了吗 墨鱼的脸色有些微微的一变 眼神有些阴沉 怎么办呢 刘雄看向墨鱼 恐怕现在牧尘他们已经对着这里赶过来了 没事 你们手中的护灵玉盘 因为时间仓促的缘故 制作的并不完善 就算牧尘他们得到了 也仅仅只能催动五成的灵力 不足为惧的 而且啊 这封印已经要被抹除了 按照大哥所说的 我们应该能够控制这里的灵阵 到时候挥聚众人之力 就算是牧尘他们 也奈何不了我们 听到墨鱼这么说 刘雄和秦峰这才微微的松了一口气 把所有人都撤到这里来 墨鱼吩咐一声 然后手中光盘再度射出光芒 照耀在藏陵院外面的封印上头 把那一道道光纹迅速的消融而去 秦峰和刘雄点点头 然后打出手势 只见周围的森林当中 飞快的掠出一道道人影 最后尽数的聚拢在这藏陵院的外头 黑压压的一大片 而他们的眼神呢 都是紧张与戒备的望着那条幽暗的森林通道 整片区域都是变得格外的安静 唯有一些压抑的呼吸声在响起着 时间 缓缓的流逝着 突然间那幽静的森林当中有着细微的脚步声传来 秦峰和刘雄眼神猛的一鸣 他们望向幽暗的森林当中 那里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 最后三道人影踏出阴影 出现在金刺铁树的边缘处 还真是好大的阵仗啊 牧尘望着眼前严正已在的众多人马 不由微微的一笑 在他身旁洛梨和温清玄是轻眸微冷的望过去 牧尘 你不要得意 真以为得到了护灵御盘 你就吃得下我们 那秦峰狠狠望着牧尘 我那道护灵御盘 也仅仅只能让你催动五成灵力而已 凭你这肉身难的实力 难不成还能把我们全部 不解决掉吗 原来是叫护灵御盘啊 帮你们知道这个东西的人 还真是有些本事呢 牧尘笑了笑 然后 他在众多戒备的目光当中 踏出一步 嘴角则是有着一抹戏谑的笑容 缓缓地掀起来 他手掌猛地一握 磅礴 不过灵力就犹如风暴一般席卷着 不过呀 看来你想错了呢 这道护灵御盘 能够让我把灵力全部动用呢 秦峰和刘雄的脸色都在此时猛地聚变起来 他们难以置信地望着牧尘周身那磅礴的灵力 不可能 秦峰骇然地说着 那护灵御盘是他的 他自然清楚他的效果 那是并不完善的灵阵 根本不可能让人完全催动体内的灵力 没什么不可能的 我把这护灵御盘完善了一下而已 顺便呢 再临时制造两个临时的产品出来 他话音落下 洛黎和温清玄的周身 也是有着磅礴灵力荡漾着 在这片空间当中引起狂风呼啸 秦峰和刘雄的脸庞顿时就变得苍白菜 眼中满是惊骇的神色 他们实在是无法想象 牧尘竟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 不仅把一道护灵御盘给完善 而且再度制造出了两道 这样的话 岂不是连温清玄和洛梨都恢复了一些实力了吗 还得多谢你把护灵御盘送给我们 不然的话 我也没办法 牧尘冲着秦峰一笑 后者见到他的笑容 却是喉咙一甜 有些想喷血的冲动 在他们前方 那些众愿盟的人马也是因为那磅礴灵力压迫的脸色惨白 不断的退后 先前的战役此时消失的干干净净 因为他们都很明白 一旦牧尘三人能够推动灵力 光凭他们根本就是拦不住的 看来 你在灵阵上面也有着极高的造诣 有些森冷的声音突然传来 只见墨鱼终于缓缓的转过身来 他眼神冰寒的望着牧尘缓缓缓的说着 牧尘也是望着这位众愿盟的二首领 你们众愿盟内应该有一位在灵阵上面造诣极高的人吧 我想或许就是那位神秘的大首领 他不在这里 大哥如果在这儿 还轮得到你校长吗 秦峰咬牙切齿的说着 难得遇见一位优秀的灵阵师 总是想要见识见识的 牧尘淡淡的说着 会有机会的 只是到时候你的下场或许并不会好啊 墨鱼同样赞默 那可真是期待啊 不过现在呢 或许应该是你们的下场不会太好吧 牧尘一笑 他说着